大家好,我是桃園縣政五環境保護局局長陳世維 今天是民國103年的5月25號 那我們桃園縣政五今天選擇在陽梅市的中山公園 我們來辦理這個萬人其心守護河川的這個靜悉活動 那我想河川是我們日常生活裡面最常接住的一個水環境 那我們河川常常會有被民眾感覺到有污染的情況 這污染來源其實我跟大家講 最主要都是來自我們自己生活裡面產生的洗手的廢水啦 洗米的廢水啦 或者是我們排放出來的糞便裡面產生的廢水 那我們怎麼樣來減少這些廢水呢? 其實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裡面來做一個簡單的DIY 其實鼓勵大家我們就是選擇使用環保清潔用劑 我們也不要把我們不需要的這些水排到我們河川裡面 其實很多的水可以重複使用 比如說你洗米水你可以另外再來用來做澆灌也可以 那你的吸收水呢其實洗完手的水你可以用在我們馬桶裡面的一個沖洗方面 那另外呢我們日常生活下的雨水呢 我們可以把它收集之後呢我們可以用來洗車子 這些都是可以重複在使用的齁 那另外當然河川裡面的汙染還有一些是來自於我們 企業裡面產生的工業廢水 那這邊我們也要呼籲我們的企業界 一定要愛護我們的河川 愛護你的環境 就是聽笑你的家 照顧好我們的家 照顧好我們的家 那這樣我們發揮我們的社會道德 社會應有的一個責任 那我們也結合我們的社區的志工水環境選手隊 大家一起來努力把我們的水環境做得更好 這樣就可以跟我們另外一個國家 韓國的青西川來做媲美 那青西川它是一個比較人工化的一個水環境 我們這邊的環境是還有綠地還有我們的戶岸等等 這些都是還有自行車道 這個比韓國的青西川來的漂亮跟美麗 那接近大自然是我們夢寐以求 也是未來我們下一代應該要繼續向往的一個願景 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